接下來,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LOOKUP 請你切到前面第一個LOOKUP 請注意,F藍的左邊跟右邊 左邊部分的話,是資料 右邊呢,是查詢 介面 也就是說,我如果今天希望 輸入005 自動幫我把005的其他資料 本來是橫向的 帶過來的話,變成縱向的 那邊有四個,橫的 幫我放成縱的,四個 如果上面005改變 比如,輸入001 那你就把001的資料帶過來 它是跟這個有關聯性 那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今天一查詢的話 當然方法很多 一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 再來切到檢視與參照 再找到那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幾個 LOOKUP 跟VILUKUP 不過,我是建議 乾脆你用VILU函數好了 因為VILU函數 它的好處是什麼樣? 待會你做完一個向下填滿 它可以讓你向下填滿OK 那LOOKUP 它在向下填滿上面 比較麻煩 變成你要複式貼上複式貼上 你要做很多次 我覺得VILU函數的效率比較好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VILU函數 我想應該大部分同學都 對這個函數不陌生吧 這個函數的重要性非常的高 主要是 它有點像 把Excel當成資料庫來使用 然後呢,讓你去做查詢 所以按確定之後 它會問你說 第一個問題 你會翻不過它有四個問題 它這個問題還比較多 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一下你要查什麼? LOOKUP VALUE 查005 第二個問題是要查什麼呢? Table Array 意思就是說 你的對照表在哪裡? 那請你選擇 左邊這邊的那個編號 一直到業務水準 的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特別注意喔 請你選的時候 我的習慣是不要選到上面的欄位名稱 因為上面的欄位名稱 不是我們要查詢的 基本上就是 LOOKUP VALUE 跟Table Array的關係是 上面是你要查的資料 下面是去哪邊查 去左邊這個對照表 特別注意喔 那個V圖函數 它只會幫你查的是 你這個總表裡面的 第一欄位置 第二欄、第三欄都不會查 所以以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查不到那個姓名呢? 很簡單 因為姓名在第二欄 除非你把姓名放在第一欄 除非你把姓名放在第一欄 好 所以以前有同學問說 OK 你就可以查了 V圖函數只會查第一欄 OK 那我剛好編號在第一欄 所以我查 查完之後呢 第三個問題 他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查完之後呢 我一定查第一欄 可是你查完之後 你要把相對應的哪一欄帶回去 所以這邊有個Column index number 它的那個前面有訊息 COL有沒有 這個Col是Color 是藍的意思 Index number是第幾的意思 所以是第幾藍 那我們要把 什麼 第幾藍 姓名嗎 姓名在第幾藍 1、2 對 輸入2 OK 再來第三個問題 他問你說 那你的比對方式 是要找接近的呢? 還是要找完全一樣的呢? 理論上我們要找完全一樣 不過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 如果你找不到 那 如果用0 特別說 找完全一樣是0 找接近的話是1 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要找接近的話 記得用1 否則的話呢 他會找不到 會跳出錯誤訊息 什麼訊息呢? 緊NA 那什麼時候會用0 什麼的意義呢? 像這一題 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 麻煩確定好了 好 劉宏君找到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把其他藍也抓回來的話 那其實幾個方法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再到總銷量怎麼樣 貼上 把2改多少 有沒有 他這邊有公式嗎? 他這邊不是 你貼上之後有沒有 把它改了 其他都一樣嗎? 改多少 這邊改3比較好 3的話意思是說 一樣查嘛 查完之後 幫我把第三藍給帶過來 按確定 OK 那再來貼 變第4 變第5 那如果說未來 你希望能夠怎麼樣 一次全部做完的話 當然你要把底下的東西做完 你可能再繼續貼 再貼的話 變成什麼 這邊把2改成3 3改成4 4再改5 可是如果說有個方法 最好是什麼 我向下填滿 他剛好怎麼樣 2會變成3 3會變成4 4會變成5的話 然後再把那個東西放進去 他不就會自動幫我產生2 345 有沒有那個函數存在? 其實是有 哪一個呢? 你在追覽的地方 順便再教各位一個 插入函數 在那個什麼呢? 檢視與參照裡面 會有一個叫RAW函數 你拉到最下面 ROW ROW其實就是列 這個列函數做什麼? 這個列很好用 按確定 再按一個確定 裡面空的 你就把它空白 向下填滿 4567 你想說4567 那這邊要多少? 23 2345 4567 差多少? 差2 所以你可以什麼? 減掉2 打勾 向下填滿 2345 那你可以怎樣? 如果說呢 你那個VLAN就是這個2 假設你今天希望 向下填滿 他就自動幫你去抓其他的藍的話 那你可以用RAW來幫你自動產生 所以這邊我習慣用什麼RAW 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RAW小瓜糊 抓到現在的列是第4列 減掉2 他就自動 幫我 變成4-2 就是2 就抓第二藍 向下拉的時候呢 下面變第5列 減掉2變3 再來4減掉2 2345 就自動產生 所以按打勾 不過特別注意 一樣再把那個A3到E10的範圍 把它先鎖一下 因為你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鎖F4兩下 那H3呢 也把它鎖一下 然後打勾 OK 向下填滿 這樣各位可以看到 把它置裝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是那個劉鴻君 他的資料呢 就會自動全部帶過來 如果你上面改004 Enter 你會發現張宏才 你就會自動帶過來 所以把資料呢 自動幫我從一個來源 帶到另外一個範圍的話 各位 這邊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V2函數 幫我完成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用那個V2函數 幫我去抓到 我要抓的資料 那這個公式 我把它複製 貼到那個 其實你們那個獎益裡面也有 或者把它貼到 這邊給各位參考 獎益應該是在 這邊也有 不過這個公式 我是有把它再做一個定義 定義的範圍 所以也可以用一個名稱代替 另外或者你可以參考 我的那個畫面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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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 試一下 主要這個肉 肉減 肉減